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造成宜蘭縣的農雨作物淹沒或是雨傷 縣長林之廟今天前往大同鄉來勘察蔬菜 以及蘆嶼等農損情形 並且關心農民狀況 表示將盡力為農民來爭取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農損這次農業能夠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要先把這個做好以後 我們也要跟那個一般組合來探查 看哪個地方需要改進的地方 另外縣長以責成社會處主動與公所 來聯繫查報家戶淹水情形 以及時關懷及協助民眾 社會處指出依據宜蘭縣天然災害救助金 核發標準以及相關規定 住戶至室內地板起算 淹水達到50公分以上者 每戶來發給1萬元的淹水救助金 另外因為台七甲縣部分路段攤坊 部分的民眾暫時安置在山區 社會處已經在早上的7點半 已經將物資安全送達七蘭山上 提供給暫時安置的民眾 我們現在政府就把他們安排到這個七蘭山莊 那那邊早上還有500多個人 會在那邊 那我們現在香港就進去支援這個七蘭山莊 就是給他們的吃跟喝 一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